環湖出咀探鬼手 行山朋友口中的考牌路線 這天就趁著天氣還沒太熱的時候 來了這個環湖出咀走一轉 上年來環湖出咀的時間大概已經是年紀之前的事了 當時幾個朋友來到黃竹角咀見到人山人海 幾十人差要跟鬼手拍照 行山路進來的也有,搭船進來的也有 當時人山人海的情況其實都不願意逗留太久 練判過後,這次一支工作去環湖出咀 竟然來一個180度的反差 沿途鬼影都不見多隻,人影都沒有過 竟然可以讓我獨佔鬼手,任影不生氣 究竟這條行山友口中的考牌路線會考大家些什麼 而這天我出發之前又做了些什麼準備 帶了些什麼去,用了多少時間去完成呢 是時候一起環湖出咀探鬼手了 Hello,大家好,我是隊長VL 身處在烏膠騰的小巴站 時間大概是早上6點3時 搭頭班小巴,26R進來 5.8個小時左右 來到這裏,今天會玩些什麼呢 我們會在這裏出發 環湖出咀 上一次環湖出咀,一班朋友來 大概有連半都可能有了 這次就一支工在這裏出咀 看看會不會幸運出咀的時間 看見一個美麗的日出東方的情況 全程大概是30公里 我們走出去大路之後 轉左,向巴士站的方向走 沿著池森洛,走出去烏膠騰路 之後轉左,去巴士總站的位置 沿著印洲塘膠油徑這個牌出發 時間是早上6點半 過石橋之後沿著右邊走 沿著旁邊走 沿著這個船灣探水湖交流徑的入口 開始出發 先走一段環湖段 這裏上去第一個山峰 碼頭峰 1.3公里距離 而今天的日出時間 大概是早上6點半 15分鐘左右 一開波 在沒什麼熱身的情況下 上這條斜路都幾鬼死根 扯緊氣 10分鐘時間過了 之後上到頂位 開始看得到 船灣探水湖過 沾江位置 好了 用了25分鐘 來到高295的碼頭峰 第一個開陽位置頂峰 先回一回氣 好熱啊 要先脫掉 風流先 給大家看看 認用為一個高CP值的山峰 容易到得到 左望吊燈籠 旁邊的船灣探水湖 正面望見遠處馬安山 右邊又可以看得到 這個八仙嶺 這個碼頭峰是高CP值的 好了 拍張照片打個卡之後 剛剛踏正7點鐘 離開這個碼頭峰 下一站赤碼頭 這一段仔落碼頭峰 要小心一點 小心一點 這條的考牌路線 有幫助了一場 要在日照時間內完成 這些平衡的路段 一定要跑下去 OK 2603 不賺點時間 就要摸黑落山 最重要的是日照時間 今天日照時間 有11個多小時 道理上應該不用開頭燈 不過 都要帶一下 好了 差不多到赤碼頭位置 前面有支牌 應該是零四的牌 開兩位 看外面 旋回淡水湖 看看我們的終點路線 我們會沿著這條巴 撤回去 完成了30公里的距離 八仙嶺 仙姑峰 當然看完開陽位置之後 平衡的路段 又是時候 要跑下去 賺點時間 好了 一路跑下去 先補充一些資料 我們已經過了這個赤碼頭 因為那裡是目標高處的 大概用了40分鐘 完成由起點 到赤碼頭的2.3公里距離 下一站是雞仔洞 七八零米的距離 你看前面這段多厲害 上一段禁車路段 就是311雞仔洞 雞仔洞的目標高處 不要忘記了 這個位置屬於雞仔洞 好 抱歉 記錯了 是有的 311雞仔洞 好了 這個開陽的位置 要拍個風景給大家看看 都是我們將會走的路 好了 用了52分鐘 離開這個雞仔洞 下一站 環嶺窪 剛才說的52分鐘 我們就完成了3公里距離 而我們由這個雞仔洞 到環嶺窪 500米左右的距離 雞仔洞 雞仔洞 與環嶺窪 之間的標距離 2606 260 260 好 好了 離開這個環嶺窪 之後 我們要繼續下車 下車的路段 之後就上車了 下一個有標示的距離 是一個大洞的山峰 不過我們不會上頂 我們在旁邊擦過 距離是1.5公里 即是我們去到大洞 大概是已經變成5公里 好了 用了一個小時15分 去剛才大洞的路口 大概是4.5公里 我們下一站的有標示的位置 觀音洞 大約距離1.2公里 途中的大洞山 不用來 反正我們都不會上頂 只是擦身2個 那這裡去觀音洞 1.2公里 好了 去觀音洞的方向 又是望一望外面的景色時候 好尖的 看到嗎 看到什麼山呢 很平靜 好像一塊鏡一樣 好了 一個小時27分 五角五角 來到這個觀音洞 好了 大概用了一個半小時 左右的時間 來到這個觀音洞 我們下一個的項目 應該是六湖洞 途中會經過紅石門窯 大概這裡去到六湖洞 1.8公里左右的距離 回一回氣之後 繼續慢慢跑 好了 來到這個懸崖的位置 左手邊是很明顯的路 明顯的路 越來越明顯 還有繩子 下回紅石門 這裡是紅石門窯 好了 又來到這階段 很公整樓梯級了 我告訴大家 看到這階段 又要不斷地下降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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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了 好了,看到標距柱,2613 出嘴前的最後一輪 一邊走一邊拍了路況,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這段石頭很紅,對吧? 當踏入紅石門前後的位置,石頭就越來越紅 挺漂亮的 不過都是那句話,昨天的說話千萬不要撿走 前面就是六湖洞 不過這個位置比前面更開揚,在這裡停下來 看看這個清晨的船灣淡水湖 時間是早上的8點半左右 很平靜,很漂亮 來到這個位置,大概是7.3公里左右的距離 我會將這個橫湖出嘴分為四段 先是橫湖一段,然後出嘴 然後回到最後,再橫湖尾段分為四段 打後下來,由這裡去到這個軌手的位置 大概是5.8公里左右的距離 一來一回,即是十幾公里 如果大家覺得頂不住的話,這裡總是撤退的 沿著這個 船灣淡水湖方向走也行 或者回頭走也行 好了 進入了出嘴段,就自然是兩個世界 路段也都會物質質些少 我記得我上次提醒大家 但如果走這條路的話,記得穿長褲穩妙一點 刮一會就無所謂 刮足9公里 真是頂甘的 而最主要是 如果你說是磨死皮性質的就無所謂 它是很多灌木 凸了出來 還有有些是 可能是有些心人 咳了之後又有了山番 戒手戒腳那些 所以那些是 很麻煩,再回到長褲穩妙一點 好,來到這個這麼漂亮的位置 當然要先停下來看看風景 前面這座這麼尖的山蛇 是跌死狗 295公里 掃到左邊 下面是紅石門 看到那條 水漲會浸了的蹄眼 然後看後一點 就是印洲塘那邊的方向 吉澳那邊 來回到跌死狗的正中央位置 再掃到右手邊 後面看到藍蛇尖 西貢的方向 掃到馬鞍山 近的下面 船灣探水湖 好,進入出咀段的分岔路 多一點 不過看清楚一點 我們要上這個跌死狗 很明顯的左手邊 OK 講迷路指數 總結一下 剛才第一部分 就是這個環湖段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迷路指數的 OK 一直沿著郊遊徑走 就算有大路分岔位 也有指示 我都拍了給大家 沒有拍給大家 中途的分枝小道 一定不是的 沒有什麼機會走錯 好了,上去開陽一點的位置 前面還是跌死狗 還沒上去 回望回 剛剛在這個散坡 再上來 OK 這邊看的跌死狗 沒什麼 那邊看 就顯直很多 漂亮很多 剛才就飛了飛機 在 鹿湖洞那邊 打算飛過來 打個圈的 但是 受到一點點干擾 繞不到一個圈 上到這個的 跌死狗才再飛多一圈 來到這裡 看到嗎 有一包垃圾好企 你這麼摘了一袋 如果我沒有猜錯 可能這些師兄 可能是想著 沿路出回來 在這裡拿走 就行了 沒可能這麼愚蠢 拿垃圾進去 然後拿出來 但實際上 到最後 其實又沿了另一條路 走 因為走 也有另一條路 可以不經這個跌死狗 所以不要想起這些傻的傻的東西 有能力帶來的垃圾 就自己跟著身 OK 自己的垃圾自己帶走 你 到時 你突然想起 你會回到最後 不會的 好了 上這個跌死狗 好 上來295的跌死狗 去到尖端位置 撞轉飛機 又放了一艘飛機 來到這個位置 離開跌死狗 兩個小時 47分 又放了十多分鐘的飛機 其實這個名字很嚇人 實際上 不可以說不險峭的 OK 但是 難過去的地方 有很多 OK 基本上一級都是 很容易被找到位置 應該給大家一個回望 紅石很漂亮 這個位置可以做回望 都沒有什麼 這個位置有點短 不過這裡其實有位置 給大家一級級地下去 好了 開始前路平衡之寨 我們回望 剛才走過的跌死狗 這裡看就很險峭 實際上我們不用跨過這幾塊石 但旁邊就有路下來的 OK 真心說 不算太難 只要小心就OK了 好 繼續 沿著跌死狗 一直往下走 大概700多米 我會看到一個標示位置 為什麼呢 那裡大概是 鳳凰頭 附近的山徑 這裡是分岔路口 我們回頭的時間 我們就會選擇 那個分岔路口的另一邊 好像一個Y字 我們選擇另一邊 就不會再上一次跌死狗 有些朋友 心目中的第二段路線 是要沿路來回 走多一次跌死狗 但是 走過我就算數了 OK 也都說真的 沒有太特別 山勢是漂亮的 走一次就夠了 我寧願走多一些 在影片中 未出現過的路 換言之 今天這條路線 其實跟我 大概一年半之前 走的路線 是一模一樣的 穿的路線比較軟的位置 要開陽一點的位置 都來到回望鏡頭 因為實在都挺漂亮的 這個DEC狗的位置 OK 再走多三幾百米 就是到我的分岔路口 這裡風景漂亮 左手邊是紅石門 OK 有些分枝路 沿著多斯坦的位置走 亦都是直去的方向 看看地圖要穩陣 好了 分岔路口 哇 你看那些絲帶多了 黏了線 OK 這個直去的 當然是出嘴了 OK 回望我們的右手邊 這裡這條路 哇 寫著大美督 過往是沒有的 又是很多條絲帶 超多 十幾二十條 我等一下會沿著這裡走 那裡也有條 但那條路我們沒有走過 回頭才研究 OK 這裡寫著大美督 這裡是跌死狗 我先說 沒有帶酒吧 垃圾師兄 可能來到這裡 看到有大美督 那麼吸引 還不趕這邊走 那就錯過了 OK 所以不要亂丟掉垃圾在這裡 好了 我們來到人肉360之後 完了我們要走的方向 繼續走 好了 走這些路的時間 我可以給大家的溫馨提示 就是除了之前提到 嘩 這樣 或者貓貓都可以 之前都見過的貓貓 不知什麼行山隊的符號 桃鴉 OK 好啦 提過了 要穿上長褲 要穿上長褲 罐木 會刮腳 OK 除此之外 留意一下 頭 我記得上次都撞了很多次頭 雖然我不斷提醒自己 即是去那些 有樹在頂的位置 要用手按一按 但總會有遺留的時間 還要留意 頭殼頂 會不會掛著太陽眼鏡 困化了也挺痛 好了 路方依然是物質質 不過感覺比年半之前 應該是好一點 OK 離開剛才的分岔位 大概500多米 就會去到地圖上 顯示一個叫鳳凰屁頂的位置 我記得是目標高處 地圖上也沒有標示的高度 大概一個山頂位附近 差不多 去到再看看 這段就是去鳳凰屁頂的路段 微微不斷上斜 好了 用了3個 終於19分 來到這個鳳凰屁頂 什麼標示都沒有 亦都沒有一個開陽的位置 讓大家看得到 大概只有一個G字 走了10點6公里左右 然後下來下一個有標示的位置 在一個叫白角山的位置 這裡是白角山 有1.5公里左右 途中會經到一個 鳳凰屁頂的地圖上 這叫鳳凰屁頂的位置 我印象中都是一個物質質的位置 所以我會 定去到白角山 到一個 中段距離 來到這個位置 鳳凰屁頂 去鳳凰屁頂的位置 去鳳凰屁頂的位置 有個開陽一點的位置 停一停 所以 給大家看看鏡頭 給大家看看景色 越走越出的時間 我們跟南蛇尖的距離越來越近 看到嗎 大家都可能會知道 西貢很多地方都是 立入大埔區 例如這個塔門 來到這個位置 看看地圖 距離這個白角山 800米左右 距離 OK 正如之前所預料 鳳凰屁頂的位置 過了都不知道 沒什麼所謂 山徑上面一個 的描述位置 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來到這個距離白角山 400米距離的位置 看出外面很漂亮 高這邊這個 叫做往西灣頂 一個人行山的好處 就是當你看到景色漂亮的時候 說停就停 一班朋友 有時候就不是說你想停就停 你又不好意思打擾別人 或者是人多的時候 前前後後都未必可以 立得停一些朋友 我上次來這個 環毛出咀 幾個朋友來的時間 都忽略了這些這麼漂亮的景色 挺漂亮的這個 黃灣西頂 這個小島 走前一點再開陽一點 再數多個鏡頭 前面我們要走的路 要不要上這個山 忘記了 看看 好 下一個咬位 上這個山仔 但還未確定 要不要上頂 還是旁邊 坊過去呢 好像旁邊坊過去有路 上高一點 看看 這個位置很高 有點有心人 找些樹枝封了這條路 不知道去哪裡 我在這邊 斯大多島 那我相信你 跟斯大走 好 好 我們現在在地圖上 顯示了八角山 不斷地上斜 差不多來到八角山的頂位位置 望灣蓋 左邊更加開陽更加是正 這個黃灣西頂 另一邊那個就是黃灣北頂 這個島是甚麼名字呢 我看的地圖 就只是顯示了山 島上有三個山頂 但沒有說島是甚麼名字 好 不要理會了 繼續走 總之這個島是剛剛在紅石門 正正對面的位置 OK 走吧 離開八角山了 證明這個頂位也沒甚麼特別 你覺得哪一個位置 就是最頂端的位置 好 離開 離開了八角山的時間 給大家參考 去到八角山大概是 10.5公里 即是由八角山 再到黃竹角咀軌修位置 還有2.5公里 因為全程是13公里 現在我們身處的位置 是準備去一個叫 昂莊山的山脊 大概由八角山到昂莊山 是有900多米距離 好了 這個位置很明顯要瞄一下 那個位置有個分岔路 我們去左邊的位 左邊有一個山峰叫大嶺 右邊這個就是昂莊山 我們不用過去的 130多米距離 我們會沿著這個山徑 向最後一個山頂 進發 好了 先到頂位 看到分岔路了 我們靠左邊去 有粉紅色絲帶 再左邊有些位置 可能是岸邊的位置 不要走錯 好 先拍攝路方面的距離 在剛才那個昂莊山的山腳的分岔路口 去到這個大嶺的頂位 大概是1公里距離 再在大嶺的頂位 落到我們的終點 紅竹角咀 約700米左右 只有1.7公里 就到我們的目的地 好 來到這個位置 距離大嶺 頂道200米都是距離 沿途路況和現在鏡頭看到的差不多 這段比較開洋 沿途都是一些物質的 小灌木 好像前面那些 這段石路很漂亮 這個位置已經是大嶺的頂位 應該是沒有什麼標示的 OK 我們一直走到這個黃竹角咀 之前會有一個 黃竹角敦台 一個清朝靜下來的石堆 在這裏落到的時間 沿途兩邊的景色 都很漂亮 出來 在這裏落到的時間 沿途兩邊的景色都很漂亮 尤其是左手邊引酒堂的方向 不過現在時間已經用了4個半小時 來到這個位置 所以不花時間看著 回程才再看風景 來到開刃位置 回頭一望左手邊 1668年見的黃竹角敦台 多少年歷史呢 深算不夠好 所以要關機按一下 按計數機 354年的歷史 來到遠處已經可以了 不要弄鬼崩壞 不知道有時候 哪個會整堆崩壞了 OK 我記得上次 出這個黃竹角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好像是假日 我們就沒有選擇到到下邊吃東西 來到這裏就補給了 今天事宜世翼 因為我走一出來 兼夾就這輪 天氣的問題 來到這個位置 是一個人都未見到的 OK 我相信到下面也可能是沒有人 完全有一個感受 不過我也選擇在這裏 先休息一下 有人燒炭 這麼划算的 找個位置坐下休息一下 好了 趁這裏沒什麼人 可以做些無聊事 所謂的考牌路線 這條路線 考下你要帶些什麼裝備來 分享一下我帶些什麼來 一個18L的背囊 裡面還有什麼呢 我要拍片 所以有一個航拍 今天的涼水 我又帶了 一瓶水 兩瓶水 和一瓶的加特洛 加上1.7L左右 應該都夠的 來到這裏我都喝了大約300瓶水 我的糧食 三文字加兩隻雞蛋 剛剛吃了雞蛋 拍片要航拍 穩陣一點 帶了一對鋪 這些位置放在什麼呢 拍片要尿袋 其實行山尿袋也很重要的 因為你要確保你的電話有電 通訊得到 這些位置我就放了 錢包 鎖匙 和一些 急救的藥品 OK 這裏就是放了紙巾 和一些小筒 頭燈掉了 還有頭燈 無論你有信心 日落之前完成 也好 帶頭燈會好一點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垃圾膠袋 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18L的背囊 還有這麼多東西 再多一點都可以 不過夠就算了 還有兩件衣服 一件風衣 風衣很重要 羽絨就是 出發之前 和之後 保暖用 因為 班族都入夜了 風衣很重要 必須有的裝備 吃了東西 放了轉飛機 差不多 接近五個小時 才離開黃竹角敦台 比預期遲了出嘴 好像已經是分岔路 實際右手邊 充滿絲帶 走到700多米的距離 補充一下 剛才我放了一扇裝備 水那裏 連接街的路 我都只有1.7 我怕有朋友會誤解 今天天氣是一個 很適合 環迴出的天氣 現在是2月尾 OK 2、3月這些時間 還沒開始熱 又不算太冷的時間 會容易處理一點 一熱起上來 四點水都未必可以做得到 所以 環迴出嘴 時間上 也有很大的考慮 這邊的 沙石斜路 就是在岸邊的位置 我記得 沿途會有一條坑間 這條坑間也值得參考 因為 滑一滑 沒事 沙石路就是這樣 值得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 如果真的缺水 這條坑間 其實 都真的幫得到你 有些朋友夏天來玩的時候 他會帶濾濾 來到這裏 用濾濾過濾水來喝 都有的 看看這一刻有沒有水 好了 落到中後段 看到旁邊有些繩 點綴一下 OK 不過 可以不用用的 正常來計 有條繩在旁邊 你就自己留意一下 這條繩來到這裏又沒有了 低一點點又有了 繩尾 這裏有條又有了 間位差不多到了 隱約看到有些水 好 瞄準一下 先看看 聽什麼流水聲 現在這個位置 OK 當然啦 你可以這樣看 搞錯了 可以教你怎麼喝 如果當你喝得上來 都沒有辦法的了 對比這條路不知道去哪裏 當作參考 這裏有 有一個流水位 OK 繼續走 一路走 又或者給大家一個建議 喝 大家可能真的不夠膽 也未必去到最緊急關頭 但如果真的來到這裏 水不太夠的話 而又有瓶的 可以倒一點水旁邊 真的到時頂不順的 就要來喝 或者有壞事的時候 濕一下 手手腳腳 這樣都可以降一下溫 出到這個 黃竹角 咀 鬼手在我們左手邊 用了五個小時 零三分 出到來 放了三轉飛機 加上一個小時 OK 現在時間大概是11點半左右 天文台的預計是準確的 是說下午會熱的 OK 下午應該會好天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來玩的時候 無論好沒有天也好 當然盡力趁好天來 都是選擇盡早出發會好一點 日光的時間長一點 你做任何事 掌握性都高一點 OK 繼續過去 在這些石與石之間走來走去 都是要小心的 尤其是不習慣的朋友 走開就沒什麼所謂 這些板不要踩上去 你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OK 盡量走石背頂 看幾級前面的路才下腳 那就會好一點 如果不是去到才發現無法踩上去 那就會放進去 OK 石頭很漂亮 我記得我上次出來的時候 都形容 鬼手之一的地標 沿途的石頭都已經夠你欣賞了 前面那塊是假鬼手 記不記得 有沒有印象 這個角度不像 這塊是假鬼手 大約年多之前 有位朋友 走到這裏 回程的時候 疑似迷路 這位就走到這裏 接著他來到這裏 看到這塊 就當作是鬼手 到最終 回想回 即是他 實際沒有去到他的目的地 就回頭了 OK 希望下次來的時間 準備得更加好 可以親一親的鬼手 看一看前面 顏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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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 怎麼過呢 慢慢找吧 還會找到的 最重要不要心急 基本上在這些石與石之間遊走 就沒有條明確的路告訴你 哪裏走得正確 語錯了 OK 一邊走一邊自己 就找位落腳 都是那邊看遠一點 看多幾步路 不行的 不要隔眼 這堆石很漂亮 粉紅色 粉紅色 撞灰色 OK 有些朋友想站出 鬼手石那裏 親近一下他 就要夾一夾時間 不然 基本上就會濕脚的 現在很多人濕脚 上一點點可以不用濕脚 潮漲和潮退就不同 玩法 像這裏 如果潮退可以在外面跨出來 潮漲不想濕脚的 就要跨過這塊石壁 OK 繼續走 到鬼手的位置了 看不看鬼手 當然看不到 手的形狀只是某一個角度 這個角度是不像的 邊邊落不太濕 這裏都可以 低一點 威脅這裏 這裏會安全一點 未必會濕一下鞋 濕一下鞋底 OK 看不看 一個人都沒有 是一個人都沒有 沿途一個人都沒有 超滿足 一個人都沒有 跟上次來的兩個世界 上次 這裏呢 我們在這裏 忍不住口 我的朋友 要罵那些人 在這裏 在這裏 擒救鬼手 有些船家在這裏 吹一些人 快點回來 這裏有很多人在這裏 等著拍照 非常之混亂 不想站多一陣 現在呢 是我一個人獨響 剛才呢 我在飛機上 看到這個位置 穿過在旁邊 有個 山洞的東西 不如過去看一看 哇 真是爽 你看 這些石 可以細心地 看一下那些岩層 袋子放在這裏 不理會也沒問題 這裏很漂亮 這裏有個洞 這裏看不太像一個洞 尤其是飛機上看 就很像 不特地走進去 只欣賞一下這些石 已經夠個人了 這裏其實是可以 捆回到這個紅石門那邊的 難不難 沒試過 不知道 有些山友說OK的 有完就試吧 我就不太強求的 看看這些這麼漂亮的石景 我應該都OK的了 這隻是什麼來的 就是那個鬼手 其實應該又再崩過了 沒有的啦 過多兩年來 就更加不像了 OK 那先撥回去 在這個位置拍照做一個封面都很困難 打架排隊是沒有人在旁邊 現在任影不生氣 超爽的 一個人獨享的鬼手 先拍一下海浪 5小時36分離開黃竹角咀 現在時間大概12時左右 剛才我們在這個位置跨過來的 旁邊會不會濕腳呢 不如試一下前一點 看這個浪細又不像 這個位置 要咬腰過去 或者落一落 算了 我在這裏落一落 在下面再過去 這個位置 那就勤小發迫 不然就在這裏跨過這塊東西 過去 條條大路通過羅馬 總之自己 落每一步 腳都要想到 想一想 自己存不住在這裏 才好走 不然就有半單坑卡住在這裏 OK 是不是很漂亮 這些石子 真是真漂亮 拍完 可以走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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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好像要爬高一點 但是看得通一點 我拍一下落腳給大家看看 這邊比較平 好 一路走外面 這麼漂亮的岩石堆 吹下水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那隻手 叫鬼手 不是叫聖手 據聞 不是那麼老禮 當然 信即有不信即無 我就不是信 不過 我就不會多手 搞他 OK 有聽過一些行山友說 都算是一些不太吉祥的東西 有時候可能 大嶺 不要運 等等 我不知道 這個純粹是行山吹水片 不是圓鶴片 沒有辦法和你求證 摸不摸也好 就算摸也好 小心點 不要弄爛它 OK 為何要停下 要注意 我們這條路盒在這裏 隱約看到屍帶 不要一直再推過去 再推過去 就繼續捆邊 離開這個漂亮的海岸岩石堆 好 開始上班的時候 先看看時間 五個小時 46分 即大概用了10分鐘 來走過這堆石堆 好了 上班了 我剛才原來這邊 來到這位 說疑似直去有路 實際上有很多屍帶 即是說 我們已經回到大嶺 較頂端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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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前面 好了 六個小時 另一回到黃竹 角敦台 不停留了 我們沿著去旁邊的山徑 走 看看回程的時間 可不可以賺點時間 否則 按照計 就要過十個小時了 來到這個位置 拍一拍 下面 在前面 很紅 基本上 有點難過 這個位置 我想 並不是相當中 那麼容易 可以把這條邊 這個開陽的位置 就是離開了 這個大嶺 的頂位 三百多米 距離前面 這個安裝山 大約八百米 要在補給一下 休息一下 好了 安裝山的分岔路口 好 別管太多 加快腳程 回程 下一站 標示位置 八角山 好了 來到上八角山的樓梯級了 剛才下了 我開心 現在要爬上去 有些朋友可能會想 究竟出來容易 還是回去 我覺得差不多 上上下下都是很類似的 沒有什麼大分別 應該回程的時間 心情會輕鬆一點 想看就看完 好了 這段沒有什麼特別的樹林路段 就是鳳凰窟頂的位置 現在時間大概7個小時 18分 大概還有八九八米的距離 就會去到分岔路口 剛才剛才我們說過 我不會再上下跌死狗 回程 那條的分岔路口 好了 用了七個半小時 再回到屍帶鎮的位置 我們會朝著大美篤 這個方向走 右手邊跌死狗 遮住了 看不到 基本上這12K 就向下走為主 由現在身處的200多海拔 就下去 大概0 但是途中都經過很多山 例如什麼鵝計頂 斧頭沙 什麼山門山 長鞋吞 有上有落 而我們一走的一段 基本上右手邊 就是這個的跌死狗 我們就在旁邊 嚴格來說不是旁邊 在下面的山徑 就沒有上山 這一段的山徑 大概是900米左右的距離 賺了不用一上一落 這個290多的跌死狗 這900多米的山徑 基本上是開陽的 左邊是低 右邊是高 右邊是這個跌死狗 一直沿著這樣的狀況 向前走 途中有一些蜜草 但是 都是清晰的條路 其實這一段的山徑 挺好走的 我個人覺得 真的沒有需要上多轉 這個跌死狗 至於有朋友問過 環門出咀 這樣大美督出發 還是烏膠藤出發 坦白說 我都會覺得烏膠藤出發 會比較好 一開波走那段 2K的堤壩 沒有這麼必要 好了 村灣出來 船灣郊遊徑 這個位置 叫做小教駱 右邊 很漂亮的樹 上去六湖洞的位置 如果我剛才跌死狗 上的話 就會在這裡 這樣下來 現在我們繼續 順走魚下的 船灣 郊遊徑 好了 開陽路段 一邊走一邊聊天 時間 用了7小時45分 去剛才的位置 大概完成了19公里 魚下 還有大概11公里的路程 我剛才說 將它斬成四份 環湖的第一段 出口來湖都走了 餘下的就是最後一部分 最後的四份一路段 剛才都說了 200多 落到零的海拔 一開波 就是向下走的 但是還未去到其他山頭 這段又撒了一些路段 先跑下去 好 來到這個開陽路段 要停一會 前面有釜頭沙 山門山 那些 天氣這麼熱 喝水自然會多了很多 剛才我說的 身上的大概1.7L的飲料 現在已經剩下600左右 夠我出去的 但是我想提一提 剛才我純粹是 大概說 如何準備好自己的飲料 1.5L水 不是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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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覺得 除非很冷的天氣 否則3L水 是走不掉的 這條路線 OK 剛才我帶的 只不過是個別例子 OK 到時不夠水 是可以非常之大件事 好了 前面這座好像尖尖的山 只要打十海拔 虎頭沙 看到這座山 大概還有9公里左右的距離 就來了 好了 虎頭沙的位置 2618 做了11枝 離開虎頭沙的頂 又沿著浮沙碎石 跑著下 來到這個位置 來到虎頭沙 終於遇見第一個行山客 走過了21公里 才看到第一座山人士 今天真是冷清 來到這個山門山的位置 這個位置未必是最高 因為我看到右手邊有個山風 可能在這裏上吧 這個山門山 我不要理會了 來到這個位置 大概還有8公里左右的距離 這裡是2620 剛剛遇見第二個行山的朋友 看到路牌 六湖洞 三有四分三公里 我們從六湖洞來到這裏 已經走到三有四分三公里 大尾都還有六有四分三公里 上長排燈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五 長排燈 看看寫什麼 是這些正宗的家學徑 都有一個這樣的警告 前路極為艱辛難閒 山徑險 即是告訴你 這條是非一般的家學徑 長排燈這個位置 一二五 離開了 時間用了八個小時 五十二分 過了長排燈 過了長排燈 就應該山路走得七七八八 可能還有一點 過了短 好 繼續拍攝路況 清楚描述一點 快快快快 我怕大家有這麼誤解 這裏去到堤壩的位置 都有一公里鬆一點 不過基本上就是全向下走的 普路一條 雖然說長排燈是一個山 之後應該全向下走 偶爾 都有一些少許攀升路段 不要投訴 OK 哪裏計算這麼盡 這些在地圖上 是量度不到的高度 當然我講 量度不到 是將三十公里 融匯在一條路線裏面 一段仔 當然量度不到 你要量度一段 就沒有量度不到 怎樣都好 頂上去 不是最後一條 都是尾巴爾的一條 好了,上到頂了 這個是二十六、二十五 我希望最後一個頂 OK 下去 這個是長排燈的富豐 世事有哪裏有這麼理想 還有一條 這條短很多 這麼快就上到頂了 好 看到前面這座小山 開始到提壩的位置 小山是適應的 我們不用上去的 二十六、二十六 還有三個牌 好了,看到提壩的位置 來到這個位置 大概還有4.8公里 大概4.8公里 大概4.8公里 還沒說完 對嗎 來到這位置 還要4.8公里 還要頂上去 不如說一下 多少時間來 就更好 9個小時 13分 很舒服 在這裏 放慢腳步 感受一下涼風 一個我很喜歡 很美的位置 上了才拍給大家看 這個位置就是這樣 其實應該是一個個的排洪水閘 這邊是閘 這邊是閘 這邊是出水位 當然現在水這麼少 就不能排 送回到水塘裏 會看到後面很棒的 白鮮靚 好了,船灣郊遊徑 還有一支標距柱 2629 不是我30分 OK 這裏出回去 大米多巴士站 還有3公里 來到剛剛 還有一個標距牌的時間 大概是 用了9個小時 29分 好了 最後2.6公里 只計提拔就2公里 有剩下600 是出回到巴士站的 達到提拔的時間 是9個小時 33分 好了 9個小時 45分 來到提拔的盡頭 還有最後600米 再搖上去 好了,完成了 我畫的終點位置就是 大米多巴士站旁邊的廁所 那邊吵 那我不在這裡做結束 看回碼頭邊這個位置 用了9個小時 51分 完成了大概30公里的環湖 出嘴 最後都有點累 這條路線 好玩的 那你說 今天天公做美 玩這條路線 最重要是配合天氣 天氣熱是會很辛苦的 其實最後是很熱的 我截了一張圖 給大家看 從24度開始之後 其實都已經是非常熱 最後跑提拔的 戴著口罩跑 是真的會想死的 OK 我講的是 在開6分多鐘披繩都想死 是非常辛苦的 不過這個時勢 就沒辦法了 大家奉公守白 那這條路線大概 大概年半之前拍過 年半之後再拍一次 那就 路況有沒有不同 差不多 不太大轉變 慶幸的是 今天竟然是 一個人都沒有的 鬼手位置 是超開心的 OK 那 我想不是那麼容易 碰到這些日子的了 希望大家有機會 可以遇到一些小人的日子 來逛逛 那 難又拍下 二又拍下 這段時間 或者會找一些過往 拍過的路線 大家又喜歡的 或者隔了一年多時間 又再逛逛 希望大家喜歡 無論看過不看過都好 支持我的短片的話 立刻來看看 說不定我們有興趣 OK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 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分享給興趣 遠山教育的朋友 那這條影片到這裡為止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有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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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